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时候呢 包括了前总统马英九讲话了 前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发生了 包括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 也有他的一个看法 到时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干事长费洪泰说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在这个周三 访问台湾根本就是一个恶客 这些国民党重量级的人物 做出这样的反应应该怎么看 而台湾又呈现什么态势 我们立刻连线到美国 前外交官我国外交官林郑二 带来他的独家分析 不过最新情势当中 美军F35B闪电2的战斗机 就在9号现中在贝利宾海 而且呢 包括了这两栖突击舰 美利捡号的两栖突击舰的甲板上 就看到了这是这样的一个F35B 就在这个突击舰的甲板上执行呢 起降操演 为什么 也看到了这是中国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这个平台 过去我们常常为你watch这个平台所公布的资料 他也告诉大家 美军有一架MQ-4C的海神侦察机 也在9号对中国进行侦察 这些动作传达出什么讯息呢 包括今天王定宇来到我们现场 董定文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也要看的是裴洛西 这个裴洛西跟军事首长之间的谈话跟沟通 就在政权交接的10天跟11天 那么这样的动作 川普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形 二度被弹劾吗 包括了说为了防止 防止川普的发动核武 核武战争真的可能吗 画面当中你所看的这是国会暴动 这是民众所提供最新的画面 稍后马上连线给皮特 因为川普在攻占美国国会的山庄事件里头 五人丧生 包括一名警官殉职 五人丧生先引发 美国的媒体之间互相的开呛 黄信平等一下带我们还原现场 多人受伤的惨剧里头 混乱场合震惊全球 但是陆续有数十名姿势民众被捕了 民众所提供攻击进西门的影片 到底传达出什么样不同的意涵 这一切爆发的阴谋论跟预谋犯案 到底未来情势怎么演变 当然今天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美国的变种病毒说已经出现了 包括日本也出现了变种病毒 其中在美国的变种病毒方面 据说白宫现在说 传染率可能提高50% 来邀请这几位来宾来 首先我们来介绍台湾智库的资讯委员董立文老师 以及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还有振兴医院感染科主任 知名的医师李明镇的医师 大家好 好在我左手边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师老师 小军好大家好 来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小军好大家好 以及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小军姐大片 来四川媒体文章马上加入我们讨论 也要连线到美国 包括了前我的驻美外交人员林郑瑞 也要连线给美华盛顿州 前美国国会竞选团队的顾问 苏思瑞皮特来看这个大现场 站在白宫草坪上 川普对着小男孩大喊 我需要你的推特账号 被韩金正恩笑着说 现在我不是最疯的领导人了 任期只剩十天的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国会暴动被美国各大主流社群媒体 集体封杀 但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 我认为连线是在很难的状态 他正在一旁 但他正在资金正恩 他正在资金正恩 所以我认为川普会非常注意 存在感一向很低的副总统彭斯 反而成为各大媒体讨论焦点 因为现在传出骚喜 众议院将对彭斯施压 要求他动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 直接拔掉川普总统大卫 并在24小时之内回应 如果彭斯拒绝 众院就会改推弹劾案 彭斯一反常态露出和川普唱反调的迹象 正是因为他还有机会代表共和党参选2024 如何拿捏和川普支持者的关系 攸关2024能否出现 而且想要切割川普的 不只有现任副总统 就连国务卿庞佩奥都有意参战 川普是一个不错的领导 他会变成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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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 眼看川普的现任日期1月20号即将到来 这时候弹劾他乍看没什么意义 实际上还能让川普不得再任职任何公职 直接斷了川普2024的再起梦 只要在任期内发动 即使川普卸任依然有效 好 美国政府在政权交接 最后十天可能会情势 会怎么去演变呢 来 现在连线到美国华盛顿州 给前美国国会竞选顾问苏斯瑞 Peter Peter有点请教 从现在最新的形势里头 因为佩洛西明天据说要提案 可能提出所谓的二度坦克 在政权交接最后十天来得及吗 情势可能怎么演变呢 小学院大家好 Polosi議长明天是的确会提出 这个叫做Sense of Congress Resolution 这个就是一个代表整个美国国会的一个方案 只是说代表国会要求副总统Pence 启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 用这个修正案来强制性的 把川普从容请下 这是一个技巧性的动作 虽然说我们了解的川普总统 应该不会受到Pence副总统领内阁的这个 部长去内部用第25条修正案投票通过 这个应该不会发生的 然后他第二个方案已经准备好 就是他同时又再次罢免川普总统 在众议会 而且这个方案应该会通过 因为我们在2019年的12月看过 在众议院川普已经受过罢免案 制裁过一次 因为在众议院只是要218票通过 这个一定过关的 包括也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 也会支持这个罢免案 然后这个众议院罢免案如果通过后呢 也不代表说川普总统就会被逼下台 那下一节周就是这个案子要送到参议院去 参议院呢 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这些人士呢 可能会把他用技术去把他拖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1月20号 这个拜登才会宣誓下一任总统 所以他可能会拖到这个就职的前一天 参议院再来受这个案 在参议院他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 才能通过这个罢免案 强制的压川普下台 这个不会通过 因为这个状况 他需要17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来支持 目前只有5个共和党参议员 公开了表达说他可以支持这个案子 罢免包括二度弹劾难度都非常高 在政权交接最后10天是不是 但是裴尔西这个大动作 包括众议院指称煽动叛乱罪 让川普面临二度弹劾 是不是 对这个 这个是大动作 也并不一定是下一任总统需要看到的 因为他在就职典礼那一天 拜登就是要给美国民众一个承诺 在这个分裂国家的状况下 他可以把大家拉拢起来 刚才我们影片看到 这个美国国会事件当天在西门 川粉攻进来那一个画面 其实对大家看起来都会 自己都感觉到这个严重性 因为影片还没传出来之前 而且是从当场的一些认识的人 在场的 他说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为什么会在那边 大家気持人不好 会记得就攻进来 因为这个门的上面 就是拜登要就职典礼宣誓的主席台 所以当时他们在那边越看越不爽 而且攻进来这个画面 这个门一般也没有对外开放 据了解当天国会警察 其实也没有想到说他们会从那里攻进来 而且在前面示威的有一些警察 还让这些民众接近一点 还把一些杂栏拉开了 所以目前在国会 特别是民主党那边 有一些共和党也开始在 在把责任推给警察 这个让美国有一些民众也觉得不满 这个事情怎么可以把一些责任推给警察 我们也看到美国国会山庄检察局长 也已经请示威 所以你这个是从来没有曝光过的影片 由民众所提供 传达出原先根本没有要有预谋性 要闯进 要冲入 要攻进去国会 真相不是原先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子 是不是 由这个影片当中传达出强烈讯息吗 是这样子吗 皮特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前面在攻击警察 并不是说全部的穿粉 只是前面这几位比较极端的 灰体比较大的 把这个警察 有一位警察先生被夹在玻璃门 夹得很严重 这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说 美国的司法部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人事 因为这一个 我也跟美国的一些警察界的朋友沟通过 也确定这些 这些案子一定可以成立的 第一呢 他就是明显的攻击警察 当天也有人在那里 拿那个pepper spray 就是辣椒水 喷警察 这个是故意伤害 攻击联邦警察 就是malicious wounding 故意伤害的 然后assault on federal police 这一些都是在这个刑事 进入一个联邦的大楼 的这些罪名 就是criminal trespassing 还有迫害这个联邦机构 damage the federal property 这几个案子同时这些人都会说 都会受到这个检察官的起诉 而且在旁边呢 在旁边附近前面这一些人呢 也可能同时都会变成共犯 当然后面进来的我们在媒体上也有看到 他进去只是拍一些照片 没有做什么破坏呢 那一些人可能就会受到这个叫做 damage the federal property 而且事后呢 事后这个司法部跟FBI 跟国土安全部呢 已经全面进行这个搜索 这个搜索这一些案子的情报了 他们在这个社交媒体啊 就是推特啦 Facebook啦 可能包括有一些人的电话的资讯啊 都已经在做全面的监控了 因为呢 目前也有一些极端的这些川普 又在网路上啊 又在煽动说 这个只是第一只是第一回合 还有第二回合 大家要准备啊 这一些传出来的一些 一些这个讯息 这一些网路上的message 我今天也有看过啊 看起来 其实这一种这种状况是啊 每一次政治上有真理 两党都会有的 因为不久以前 我们就看到BLM到各个城市啊 把把店都砸了 把这个警察局也烧了 那也是就是很极端的 这个这个相对起来 有一点类似了 那有些极端分子不是反川普的吗 现在最新态势说 国会暴动可能卷土重来 五甲大厦提出的警告里头 拜登在就职之前 可能华府会再度发生 暴力攻击事件 您所掌握的消息是什么 是的 因为这个美国的国防部 已经今天内部会议 也已经派了这个国民军 要去准备镇压 如果可能再次暴动 因为这一个事情呢 这一次在国会为什么发生呢 我们后来也有去了解 就是原来是国会的警察局 以为自己可以保持未安 因为他也有2300个人 他的警力也不小 对 后来呢 因为华盛顿特区的首长 是这个Mirror Browser 是这个叫做市长 对 市长呢 是有权力去要求国民军 当时呢 在场暴乱起来的时候呢 是由国会的警察局长 还有国会的 有一个叫做Sergeant at Arms 他就是其实在整个国会负责 这个国会的安全 这两位呢 就最后再一点多 有通知了国防部 要求国民军资源 也有通知了华盛顿特区的市长 那一个时间呢 就是他们得到的讯息 有一点就是已经事情开始乱了 他们才通知国防部 通知市长说他派国民军 所以这段时间过了一个小时 才把讯息传达好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需要来一些加强人马 所以这一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大家现在目前 其实很多人都在怪美国的 这个国会警察局 这个不是的 美国现在出现的状况就是呢 强倒众人推 大家要提责任 你怕我谁 所以跟警察局有关系 现在有一部分要怪警察 有一部分要怪川普 川普已经剩下9天 要下来 也不能做谁的客栓 所以要倒了 就大家要给他推一下 多说一句 说得越难听 反而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更好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 所以Pelosi做这个动作 也就是这样 他要要求 看司令这个第25条修正法 然后再次罢免 再次罢免川普 然后现在FBI对于就职典礼那一天 也是做全面的监控 已经在收集情报 他也透过了一个网页 叫大家提供线索 他这个在网路上收集情报 这个技术 美国的技术是挺专业的 还可以从全面呢 就像以前在上一次遇到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案子呢 也是类似的 他要监听电话 监听这个网路 现在全面 所以川粉现在已经在传一些讯息 说我们的FBI Twitter跟IG呢 包括电话 可能在这几天会被受到封锁 然后更严重的状况呢 可能就是在就职典礼那一天 还会遇到戒严的这一种情况 OK 好Peter等一下更多消息跟你请教 来我请教董老师 怎么看现在美国政府 所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美国政府应该是说美国国会 现在不同的处理方式 他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涵 我第一个谈那个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二十五条 他本来是为了因应一九六三年 那个美国总统甘乃迪被刺杀 所以说就修正了这一条 什么意思 美国副总统跟他的内阁的官员 可以共同的来判断 总统是否能够继续履行他的职责 这个是不是能够继续 就包括美国总统的心理跟身体的状况 他的起源是美国总统被刺杀 可是这一次变成说是要求彭斯副总统 来启动这个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二十五条 这个含义就完全相反 这什么含义 这个就是要彭斯去做这个合法的政变 因为彭斯他自己就是共和党 由共和党的人自己出面来宣布 这个总统不能试试 拜托这在借刀杀人 这一看 我觉得彭斯再怎么笨 或是说彭斯他很聪明 他不可能走这条路 他这样一走 他一定断绝了 他以后的自己的政治之路 而且共和党也不可能这么做 只剩九天 对共和党 他自己会走这条路的话 会共和党整个断绝掉 自己未来的政治之路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刚刚谈到了 有参议院的弹劾 有众议院的罢免 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就刚刚委员所讲的 还剩九天 你有这个必要吗 你有这个含义吗 有这个需要何必呢 里面更重要的是罪名是什么 什么是罪名 现在听到有两 听到三种 第一个煽动叛乱 说他煽动叛乱 请问证据呢 第一个 川普有没有带领人在那边冲 他有没有在现场冲 没有 他没有带领这些人 说他推特 说鼓励 原来这个叫煽动叛乱 请注意 美国毕竟还是有他的法官的认定 他有他的言论自由 再过来 少数 现在有第二个罪名 少数的暴民 他是示威抗议 采用暴力手段 这是第二个完全不同的罪名 现场我们看到 的确有少数的暴民 采用暴力的手段 示威抗议 第一个 示威抗议 本身是被允许的 但少数的暴民 采用暴力手段 跟川普什么关系 从法律上来说 我相信川普 他一定要负道德责任 政治责任 我相信 但是法律 你不能这样成立的 那现在又有个 更超向的罪名出现了 要指控川普 不忠于宪法 不遵守事实 总统的事实 这又来 这又更抽象了 所以我觉得 整个民主党 看起来的目的 他是要断绝 未来川普的战情之路 这是他真正的 重要的政治目的 他才会做 这些的政治操作 二度弹劾之后 会断他未来的 他以后 他如果被弹劾 或是被罢免 乃至于刚才宪法 25条都一样 那他未来 他就不能再参选总统了 因为你那个总统 你适不适任总统的 那个资格 已经完全被取消了 那后面我觉得 像美国的众议院的 议长裴洛西 他又讲到说 这个要预防川普 用核武 使动用核武 那我觉得恐怕这样讲 虽然我也很尊敬 陪洛西 可是这样讲 那个政治操作的痕迹 就太明显了 川普在任的时候 他曾经自己公开讲过 他阻止了市场战争 川普自己说的 他根本不想要战争 他自己就阻止了 市场战争 他可以命令 下达命令 发动那个战争的 再过来 其实即便动用核武 国防部还是要 有人配合的 权力 法定的权力 是在总统手上 可是总统要运作 要打开他那个 我们叫做足球 那个公事包 发动核武的公事包 那个不是川普 自己一个人就能够按 按几个按钮 飞弹就发了 不是那么单纯 旁边一定是有 国防部的人 在协助就对了 不然你还不知道 怎么按 你还不知道 怎么去发射 光是这个动作 因为我也相信 美国国防部 美国公副早就说过了 他会尊重宪法 美国国防部 是 更重要的 其实这个问题会发生 是因为前一天 裴洛西讲的前一天 是美国的克林顿政府 时期的前助理国防部长 那个人叫 Win Perry 泰里 他自称 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是他由他来发动 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来台湾 泰里公开的 跟另外一个美国的专家 公开的发言说 美国总统 独自掌握核武的发射权力 这个机制必须改革 因为太危险了 简单的说 美国现在有6000颗核子弹 6000颗核子弹 可以毁灭地球两遍 那这位大的一个权力 只给一个人总统 美国总统就可以做主 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 不需要咨询国会 不需要跟国防部商量 所以这个制度 恐怕是有问题的 派里本来讲的是制度 裴洛西就把他拐 拐个弯 把他挂到川普的头上 我最后讲个结论 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还是要有信心 美国民主制度 走了两三百年 他不是白白走过来的 是 然后碰到这种民主的问题 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都一样 由民主所激发出来的问题 只能用更民主的方式 来治疗就对了 这个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陈总補充一下 有关于核子武器的 这个使用学 美国国会在2017年11月的时候 就举办过一个听证会 请谁来呢 请2011年到2013年 担任美国战略司令部的指挥官 凯勒基本来说明 他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总统的核武命令 不符合军事规范 还有所谓的比例原则 跟必要性的话 那他会跟总统说 我不可能帮你做这样的执行 所以说凯勒说 军方有遵守宪法跟法律的义务 而且呢 这是他对宪法的这个职权 但不包括那些不合法的 所以第一个补充的地方是呢 并不只有威权国家 那一些独裁者 才有这种独断的能力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发射核子武器的程序 早在2017年的听证会之中呢 已经说明了 指挥官基本上是可以不服从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要裴洛西这么做 还有另外除了断 这个川普的付出之路呢 他是希望打折水棍上 摧毁限制的共和党内部 还有摧毁共和党的这个绅士 弹劾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涵 就算只剩下九天 弹劾如果过的话 为什么你讲到共和党呢 林克森上次是在弹劾通过之前 自己先辞职 所以他们也被弹劾成功 如果弹劾成功的话 那么第一个川普 虽然只剩下九天或者八天 他会成为历史上的污名 对共和党那是很大的打击啊 第二个对川普自己 有什么样的打击呢 因为被弹劾成功的总统 除了立刻解职 更重要的地方是呢 卸任总统不能对他实行特赦 所以说他就直接锒铛入狱 要负担所有的刑事跟民事的责任 这就是裴洛西的想法 第三个 他刚才说宪法第25条 上次我在节目中你讲过了 这个剧情在空军一号 里面就已经演过了 但是呢 你民主党有民主党盘算 彭斯要忠于自己政务官的 这种性格 所以许多部会的阁员 先辞职的原因 就是要让这个东西 不可能成为事实吧 因为如果25条的 这个宪法要行使的话 至少要国会的内阁成员 三分之二 所以你有你的排算 我有我们的应对 来美国现在到底 呈现什么状况 尤其身为联邦众议院的 议长裴洛西所指称 他跟国家军事首长的谈话沟通 确保呢 不稳定的川普 在最后几天任内 无法发动核子攻击 来到底呈现什么状况 来王定宇 美国是我们重要的外交关系 我会建议我们现在看美国的状况 要分两种 单纯政治动作烟雾的 分析就好了 它不会成真了 实质的影响我们要特别注意 现在华府的骚乱 就我看到的部分 川普谴责 拜登谴责 蓬佩奥谴责 裴洛西谴责 大家都定义那个冲进国会呢 是别人干的事情 大家都谴责 所以里面有很多讯息 新闻或者画面的片段 最后还是要回归FBI 或者华府警方所调查的结果 现在已经逮捕了 我印象逮捕五十几个人 所以 就是说在这整个案件的内容 我们隔了一个太平洋 我们传回来的讯息 其实都是一边的 所以最后美国司法部门 会把它做一个查证出来 可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从刚才讲的那个 这个核武器的事情 事实上 裴洛西直接打电话给 这一个美军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Miley 那Miley就任这一个 我们台湾叫做参谋总长 他叫做联参会议主席 其实他就任大概不到四个月了 是新的联参总长 他直接跟他联系 那用一个理由叫做Unhinged Unhinged的就是 先把二十五条讲的 那消息啊 美国总统元首已经失常 请Miley回复 你的核武器怎么处理 Miley回答很简单 你知道我们都讲那个Football嘛 事实上还有一片那个东西 叫核饼干 那是总统专用的 插进去才有用 Miley说 我们有所有的程序 来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动用核武 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从启动到发射 两分钟 哪有抗命的空间 通常动用核武 就是美国已经遭受核武瞄准 飞过来了 我要做一个反击 毁灭性的反击 那一天 大家也不用买乐透了 差不多了 就到这里为止了 就是核武的动用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间非常紧迫 研判 启动 插卡 Echo 附送 然后发射出去 而且是交到他们美军 有一个战略资源司令部 整个去执行 那地面的飞机不能动了 空中有 至少有两架 24小时的载空机 去发动指挥 两分钟内一定要反击 那现在没事 总统觉得好玩 我来启动一下 我假设这样子 川普不会干这个事了 就假设这个总统在没有任何军情的延期 我就要发动 第一级的时候 有没有抵抗的能力 事实上美国他们在战争法里面 有一套处理的方式 所以Miley这位将领 我印象他是陆军将领 他回答的不错 因为三军统帅权还在川普的手上 哪怕是国会议长 我们不管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不太可能越过三军统帅 去告诉联参主席说 这个不要听他的 如果那一刻发生的时候 敌军马上攻击 因为三军统帅没办法指挥了 这问题很大 所以这个Miley并没有让这个指挥体系问乱 他是用法律回答他 我们有处理的机制 而那个机制在他们 美国的战争法 还有相关的法律里面 会告诉联参主席 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可以启动unhinge这个 那这个发动 其实比较像在侮辱川普 我坦白讲 因为川普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好我剩下九天 我来发动核战试试看 不会啦 美国这种民主国家 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你要担心的是习近平 不是川普 要担心习近平 对就一人独裁 没人制衡的国家 才有这个危险 在这种所谓民主强调 check and balance 一切行为准则 历经一两百年累积 都会有法律依据的时候 它不容易发生 可是就像 比如说我跟董立文老师 两个不合 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说 董立文待会儿 政论节目现场 泼水啊 砸东西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讨论半天 抓起来 关起来 没有他这样干啊 我摆明就在羞辱他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动作 我把它叫做smoke 烟雾 然后呢 现在呢 后续的政治动作 我只讲 你不管叫弹劾 或者叫彭斯 去做25条的挑战 叫做核线政变 先不要讲说 那个内阁要三分之二的同意 彭斯做这个 要干嘛 美国有没有立即的危险 我们现在都觉得很乱 我举一个很遥远的例子 1月9号 就是华府出事那一天 1月9号 蓬佩奥宣布的 就是把那个self-imposed 就是自我家租的 对台湾的交往限制 宣布取消的那一天 美军在菲律宾海军演 美军的无人机破进广东 他其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华府 华府那个在民主国家里面 他会有法律跟民主游戏规则 去处理的 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军队 一切如常 我照常F-35B 在西泰比亚 菲律宾海 台东外海 其实站在那边 你不要那么妄想唇动 你用那个回推过来 一个政府体制有文官 有常任的体系 有制度性的东西 华府发生的事情是大事情 因为史上第一次 那个大事情 当然会有很大的 震央震波去处理 那现在看后续的问题就是 美国在处理这事情 其实都有一个想法 因为拜登曾经在 我还把新闻找出来 拜登在这个五月份 去年选举五六月的时候 他曾经对他的金主说过 他是一个 Transition Candidate 就是过度的候选人 这通常是只做一任 然后呢 以年龄来看 他现在刚过78岁生日 这一任做完82 如果要连任他做完的话 你看几岁嘛 所以如果 拜登当然现在 如果他去承认 他只当一任的话 会马上跛脚 但是他的妹妹有出来讲 拜登妹妹叫瓦莱利 说没有啦 他这个Transition Candidate 他承认他有这样讲 但是他说法是指说 要解决这个纷争 让年轻人重新喜欢民主党 他把他圆过去 但是拜登确实有这样的情形 他第一任前两年 光修补国内的两端的极端意见的分裂 还有COVID-19 武汉肺炎的伤害 大概两年内都已经很难处理完了 如果真的只当一任的话 第三年就开始跛脚 因为准备出选了 那现在 所有在讨论华府事项的人 其实跟这个都有关 2024大有可为 不管民主党或共和党 所以你想想看你叫彭斯挑战这个事情 就算能够挑战成功 我当九天的代理总统干嘛 我当了九天的代理总统 我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而川普有没有达到unhinged的程度 事实上光共和党里面也许大多数不这样认为 那你何必在自己党内制造分裂 所以这是政治烟雾弹 那一样佩洛斯要求他这样做 等于是跑到人家客厅打架嘛 我们两个人打架 最笨的是在自己家客厅打架 在民主党的客厅打架 坏掉都是民主党家的家具 在共和党家里面打架 坏掉都是共和党的家具 所以这招很好用 那另外呢 说好那我们就来impeachment 我们再一次来弹劾 弹劾众议院参议院完 九天过了啦 协任总统你要弹劾他什么 那就算共和党完全没有用策略去阻挡 冗长发言啊 出席不够啊或什么 都不用这意识策略 你那个impeachment真的要过的那一刻 川普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今天我现在辞职 你那个就失效了 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政治烟雾 在政治攻防 在累积未来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资本 所以我们在台湾 美国是我们这么重要的外交关系 不管是经济 安全或者其他方面 所以在这个纷扰上 把他引火到自己身上说 我要做决策 这是很蠢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看这两天 国民当里面有外交人才 怎么不问一下 这两天讲说 你看你现在让川普的谁过来拜访 或者蓬佩奥说这个话 拜登搞不好就认为你跟川普很好 他就不跟你好了 幼稚园啊 你是小学一年级 我跟你不好画条线在中间 然后他讨厌的你去跟他在一起 我就不跟你在一起 外交不是小学生 国家利益更不是用小学生的幼稚方法来处理 美国的内部的纷扰 我们就尊重 相信他有处理的能力 就算他没有处理的能力 那是美国内心 可是他跟我们的互动 是基于国家之间的互信利益 跟信念相同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面对华府的局势 我都要提醒我们很多台桥 我们都很关心 但是很多讯息无从查真假 光那个牛角男到底是哪一边的人 到现在众说纷扬 那个被逮捕了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状态是 他们的国家运作有套体制 他们的军队政府运作一切如常 而那个蓬佩奥宣布 那个取消所有对台湾往来的限制 也不是突发奇想 那已经弄三年了 主要的限制都已经突破完了 最后做个总其成而已 所以把这事情看清楚 那我们台湾不要犯一个错误 就是用外面的事情 又拿回自己国家里面搞内斗 或者把国内的政党之间的利益竞争 拿去搞外交 这样子的话 其实伤害是整体国家的利益 是 美美已经带出在今天我们关心 另外一个话题 蓬佩奥身为现任的美国国务卿 在这个政权交接最后十天的时候 做出取消台美之间 过去的这种旅行往来之间的一个限制 说真的 刚刚定义说 不好意思 已经打拼了三年了时间 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大现场 但是竞平呢 因为美国现在情势发展里头 不得不让人家想象是 就在这个几天之前 国会的暴动 警方竟然搜出有军火库货卡 包括内藏炸弹 包括了有这个突击步枪等等 五个人死亡里头众说纷纭 包括了媒体之间还互相指责 五个人死亡里头据说只有一个 是在里头被打死 其他通通是在国会外头 来你说了解真相什么呢 黄金平 现在在这个美国媒体呈现出互相找这个五个人死亡的这个原因 还有幕后的这个真相 以及到底幕后有没有所谓的淫污者 然后还是只是把这个川普 一直在讲说川普是不是煽动着 把川普当成一种带罪羔羊的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呢 综合美国媒体跟几个外电的说法 我们先讲到 第一个其实在1月6号下午发生了这样一个 那个这个爆美国国会山庄的这个暴动 短短26分钟 能力跟充足跟配备精良的国会山庄警察 总共有2600名的这个警察部队 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预算 他们的金贝 他们的武器都是最多的 为什么会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 变成被攻陷 然后变成国会山庄孤岛呢 所以现在也传出了很多的阴谋论 其中我们所熟知的 第一个传出来史讯的 就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 他的一个史中的粉丝 一个支持者 在美国空军已经服役 超过14年的一个这个女生 叫做巴比特 巴比特他这个35岁 那在美国空军这个服役超过十几年 那当时据说他在第一时间 在美国1月6号时间下午2点 那个下午2点22分的时候 当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国会山庄被紧急的 这个密情局的人员撤离的时候 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个枪声 据当时目击者 美国媒体所报道 引述目击者的说法说 当时他听到 当时国会山庄的警察 以及密情局的这个人员 大声的喊 趴下 不要动 后退 然后因为巴比特他不听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警告 然后就要越过那个柵栏 结果突然枪声大作 砰 然后就听到他的这个 后来就有人站在他旁边 就看到他整个中弹的 头部中弹 然后就倒在他身旁 所以这次传出来 第一个死亡的讯息 是在国会山庄的这个里面 那后续陆续传出四个人 其中还有三个也是川粉 那另外一个呢 据说是国会山庄的这个警察 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当中 不幸的这个身亡 那我先讲 其中另外三个川粉呢 除了刚刚讲那个巴比特 那个女生之外 另外三个川粉 也都是两男一女 巴比特是来自于 马里兰州的这个 航廷顿这个地方 那另外这个三个人呢 这个川普的粉丝 叫菲利普斯 菲利普斯他本身是来自于 这个冰州 50岁的菲利普斯 他是一个电脑的这个设计 电脑设计工程师 你看他这样一个文职彬彬 那当天传出死讯 竟然是因为中风 他什么时候 这个会有这样一个中风 中风的话 可能会跟这个心血管 或是高血压的 这样一个这个状况有关 那不管怎么样 突然传出来中风的消息 在这个国会山庄外头就死亡了 那也是送医不治 才发现他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女生呢 这个薄伊兰 他也是川普的这个支持者 他是34岁 来自乔治亚洲的这个肯纳索 后来传出来 他在国会山庄 几乎是人潮散去了之后呢 才发现他倒地 据说后来媒体传出来报道 警方证实是说 他是被这个人群踩踏而死 这样也是让这个家属 没办法接受 家属就说 他不相信这个死亡的这个原因 当然也把这个矛头指向川普 和其他的这些官员 那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个川普的这个支持者 他是来自于这个阿拉巴马州 阿森史的这样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叫格里森 现年55岁 那格里森呢 虽然家族的这个家人 透过媒体采访报道 证实说 他有高血压的这样一个这个病死 但是呢 也说他说那一天 他是情绪很高昂 要去参加川普的示威 他也没有说要加入 什么样的一个暴动 这是家人接受媒体访问 美国媒体访问他的时候 说到 所以当时他也没想到说 最后呢 在国会山庄外面也发现他的尸体 竟然是传出心脏病发 所以三个都是急性的原因身亡 一个是心脏病发 一个是中风 那另外一个是被踩踏而死 这个突发性的急性原因身亡 这背后的这个原因 现在美国媒体 都在有各种的这个说法出来 那还有一个是 美国国会山庄的这个警察 当然川普今天也在这个华府DC 要求相关的这个政府机关降半期 那还有前两天 其实在美国华府DC的这个市警局 他所有警察单位 早就在全程用警车来鸣笛 来悼念这个国会山庄的殉职援警 他叫做肯尼克 他在国会山庄有服务 超过12年的这个资历 据说他的死因 经过这个初步的香叶 是被这个当时攻进 攻进这个国会山庄的群众 不明人士 持这个国会山庄里面的灭火器 袭击他的头部 把他这个头敲破 他在医院躺了40个小时之后 最后因为这个伤众不致身亡 所以我综合刚刚讲的 一个国会山庄的这个警察殉职 加上四个川粉的这个身亡 现在当然参众两院的 共和党民主党议员要追原因 美国媒体也开始 到底说这个是谁 谁有人说是山谱散动所导致 如同刚刚来宾所讲的 当然是川普有这样一个 个人这么大的魅力吗 还是后面有没有引误者 或者是恐怖组织 恐怖分子夹杂在其中 因为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 刚刚小薰姐不是提到说 有货卡 其实那个货卡就是一辆皮卡 皮卡在中东国家跟卑州地区 经常会把它 以前日本产制那个Toyota那种 后面的这个皮卡 我们台湾街头也到处可以看到 满大台的 后面没有抖篷的话 可以改装成架机枪或反坦克 或是反装甲的飞弹 据说在这个皮卡上面呢 在这个两个街区外 国会山庄 华府DC的这个国会山庄的 两个街区外 发现一辆有现年七十岁的 这个考夫曼 它上面有这个 放了阿拉巴马州 它这个是考夫曼 是阿拉巴马州的人 放了这个剧本乙烯 跟大量的汽油 还有十几把的这个枪支 有突击步枪啦 还有这个半自动步枪 还有汽油弹 那这么大的这个军火库 都让这个大家吓一跳 后来警察 警方就留置了这个考夫曼 问他你盘了这么多的 这个类似军火库 你要干什么 他竟然大言不常说 他要干掉裴洛西 那幸好没有让他这个得逞 要不然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汽油弹 还有剧本乙烯 几乎冲进去的话 那会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个吊诡的是 在这个同时呢 在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 两个政党的全国委员会 也在华府DC 就好像他们的中央党部啦 民主党跟共和党 在华府DC的中央党部 他们办公室外面竟然被发现了 各发现了两枚炸弹 而这两枚炸弹呢 据说都有这个雷管 我从警方的初步 因为它没有很多的细节 从初步的雷管的话 那应该类似这种C4炸弹 C4炸弹它的威力强大 一枚如果爆炸 起码是三到五个手榴弹以上 起码可以把如果一栋的 这个建筑物的一楼 整个这个炸毁 所以如果这样一个威力 这个强大的炸弹引爆的话 恐怕让整个国会山庄当时的 这个攻击事件 都会更平添更多的遗云 美国像以这个路透社 他们几家的这个媒体 竟然有做了一个民调说 高达57%的美国民众 要求川普应该为这次的事件 立即下台辞职 这也是刚刚我们讨论到了 美国这个参众两院 到底要不要提出来 这个二次弹劾川普的 这个事情起因 但美国媒体 也有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把矛头指向川普 似乎是在为另外一些后面的 引武者所隐匿 是不是要查出整个美国国会山庄的 这个暴动事件的这个真相 恐怕现在在美国的政坛 以及美国的媒体 掀起一阵口水战当中 很难一时理清 来在将近晚上九点钟 加入我们讨论 有董立委老师王定宇 包括了知名医师 李明正理医师 在现场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赵医师老师 以及国民党的新北市 业言之 包括了黄近平 你知道最新的情势里头 美中台出现非常微妙的变化 也刚好在美国的政权 进入倒数不到十天 几乎是十天倒数计时 进入九天的关键性时刻 而思想美军的王瑞德 也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了F35B的闪电2的战斗机 就在前天现中在贝利宾海 美军告诉大家 他始终都在 都在正常运作 比较不一样是 他透过了美利坚号 这种两栖突击舰的甲板当中 进行这种起降的操演 美军始终都在 而这传达出比较深层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包括了这个MQ4神的海神侦察机 都对中国的广东 那么非常近距离的一个侦察 当然在这个中美台的最新形势里头 防堵石家庄的疫情继续扩散 你知道北京也呈现了泪封城 几乎主旨出不进